3 2 1 台南市最厲害最好吃 而且全台灣產量最多的虱目魚 季節又開始 那我們借著行銷虱目魚 主要是讓大家知道虱目魚的好吃 還有它背後 這個人是民湯的故事 那所以說 我們今年特別感謝 漁業所能夠來幫忙 對於在虱目魚行銷上 以及虱目魚的介紹上 能夠介紹更多的 這個虱目魚 以及它的一些製品 能夠給廣大的消費者 你看年初賣鳳梨 年中賣這個蘑菇 現在賣虱目魚 接下來還有一段 所以台南的好食好物好水果 還有好農物的產品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那也希望廣大的消費者 真的能夠知道我們虱目魚 年初我們 有人說年初已經虱目魚 已經賣到這個70多塊了 這個虱目魚肚已經上一三百塊 你還要行銷 告訴我們 讓農民多賺一點 也是能夠好 所以我們希望說 大家千萬千萬要知道 是虱目魚的好吃 你去國外吃一顆魚排 就要花四五十塊 甚至上百塊的美金 那一百塊的美金 等於三千塊的美金 你想想看 虱目魚是 比起來是多麼美貴 多麼價錢 所以我們希望說 大家知道今天看了這麼多 不管是街竹炒雜 不管是虱目魚皮 或是魚肉 魚肚 魚肚 都有 歡迎大家 最貴美 鮮甜的食物 來 所長講一下 我們台南市 台灣最重要的食物魚獎勵 整個台灣生產的食物魚裡面 有兩支 我們就是有 台南市的衛生產 這是另外 我們沒有選擇 但是 在一些專家產品 像兩支 或是在品質的提升 這部分 花了很大氣力 因為我們也合作在做相關的能量 就是讓魚餅生產的 這些虱目魚 一直到我們消費者手上的時候 這個整個能量 保持產品的鮮度 跟它的品質 這部分我們也在投入很多的經費來做 那這部分也有很好的程度 那今天很高興 是讓我們辦理這樣一個活動 結合我們的通路業產 就是讓我們全國的消費者 不管是在我們的大型的超市 或者是相關的連鎖 這些通路業產 都能夠買到我們台南的虱目魚 另外台南的相關酒店業產 配合好 所以各位到台南來 不只是看很好的光景 最主要還是要吃我們台南最好吃的虱目